其实我们这代人70后 当然中国之前也都是那样期待 对西方的那种焦虑是很强的 我们上学时候还是很强的 因为都是他们的模板和参照 现在这种焦虑对你来说还是很大的动力 现在我有机会了 现在我在西方也有作品了 所以这焦虑可能不是在这 能不能被西方重视这件事 已经过去了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你有机会了你要干嘛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又得回过头来看自己是怎么回事 你都怎么方式来看自己 就看自己最无意识的那些行为 包括你学生时候的作品 拿出来反复看 当时什么也不懂的时候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现在重新看学生时代作品 十多年过去 什么感觉 我那时候做一个作业 重建911的时候 在学校里觉得 因为你不能第一次上课就说我已经设计好了 它也有一个过程 所有人都要说他怎么想一步一步的 我看别人都那么那么我也学着也那么一步一步 后来发现那一步一步根本就不能把我带到什么东西去 到最后我就焦虑了 做不出来了 然后有一天晚上就睡觉做梦 做梦我想了一个东西 然后马上想起来就给画出来 就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现在回过头来看 他的胆量 他的那种不切实际的那种 还有他的理想性 还有他那种 就是说不清楚那种那种那种感觉吧 你回来真的做很多事情 内心会有变化吧 我可能还处在 如果这建筑文化 它也是一盆水的话 我想弄出点浪了 可能属于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搅两下 可能跟我处的这个阶段有关系吧 我作为中国建筑师 有那么多机会 可是真正在文化影响力也很有限 这可能想让我 想被看到自己是怎么一种存在 有机会发言 确实建筑师也在追求这个东西 追求更多的发言权 追求他的建筑被放在更显著的位置 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 可是反过来又得考虑 是不是这个时代最渴望的 然后是不是它最真实的 而且它如此显性的存在 空间和时间上那种尺寸 你在那儿建了这么一个 在洛杉矶建了一个东西 或者你在哪个地方建了一个东西 它可能至少一两百年 它也是一个让人让除了创造者 嫉妒的一个行业 我从来没有过 真的 我一直觉得它是一时的一个事 你反而觉得它是一时 我一直是这么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除非它能持续的对人有文化上的 或精神上的影响 要不它可能就是退隐了 退隐了也就是没用了 你说十几年前 十七八年前你们回来 中国这样的一个变化 就很多东西可以改变 你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们的努力 或者一代的建筑师 你怎么评估这个成效呢 还是一个初期 我觉得 它证明了可以有不同的东西 这个对很多年轻的建筑师很重要 证明你个人的判断 有可能实现 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按一个更大的历史的 一个尺度来看自己的话 就觉得自己做的都不够 就是说几百年以后 你看现在这一两百年 发生的这件事 没有那么多具体的转折 说产生了什么 哪些能代表 对未来最美好的想象 你会觉得还是做的不够 那可能在有些历史时期 大部分历史时期 就是很平庸的 那种真正的闪耀 就是属于极少的时代 我有时候想去看 就自己跟这个时代的关系 是应该断裂的 还是应该更紧密 这种东西就是 我有时候就打一比喻 比如外星人来地球 说想毁灭地球文明的时候 他对这个过去几百年几千年 这事完全不敏感 就觉得大概有几个可以保留一下 或者重点摧毁一下 那这些是什么 这么大的雄星会折磨你吗 这属于尺度非常大的ambition 不是经常想 所以不太 喝多了黄山啤酒就想 应该多想 其实我相信建筑是在解决问题 无论这个问题是一个具体的 还是观念的 还是思想的 所以它需要有这些问题 但是它不能是 长久的依赖于这些问题 让自己存在 但是后来又发现 其实你要想建立什么 针对你批判那个问题 那也是特别难 一点一点的 什么时候觉得这种疲倦出来 或者说有问题这样的方式 当你不停在激战于现实 但是你突然发现一些古典的东西 你竟然打动了你 比如说去路易康的 我最喜欢它 在圣地亚哥的海边的 叫索克研究中心 非常对称的一个布局 但是在古典的里边 对称的尽头 一般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就是让你崇拜的东西 但在那个里边它就是空的 最后是没有 最后看到的是一个海平面 在那里边的海平面 所以好多建筑师都特别崇拜他 希望成为他 觉得建筑如果能超越物质 到了那个层面 就跟所有的人都能对上话 我去索克中心的时候 我就看见到有人 就是去专门去看那建筑 然后坐那就发呆 一个椅子坐那看海看天 然后看着看着有人还哭 就有那么一种对人的那种感动 他心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 但是人过去的神性连在一起 那种东西超越人 你心里有什么东西特别 那种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有吗 我还没有像他那么能放下 我觉得 他总是考虑的是 一个大爱 我觉得 他好像这个世界都不存在美好 他就一定要把这个美好东西找出来 呈现在你眼前 然后你到那才觉得 哇 一个建筑是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 比如你呢 中国在进行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然后人的社会心里就如此之焦躁 某种意义上 然后那个不确定流动性 你会非常有意识去回应他吗 现在吧 其实开始有很多城市 他给我这种机会 我就要考虑这个事 比如说 有地方让我设计党效 就是政府的建筑 然后我就想起来 满中国的这些大会堂 大台阶 大柱廊 火车站 都是这种 一个大屋顶 一个大柱的 然后巨大的台阶 这种权威感 中轴线 那我也可以躲掉 我可以去搞一个社区图书馆 我觉得 有这个机会 我还是想 去做一个改变 之前不了 有可能 但即使这样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实验 我昨晚还看了一些 又看了一下结尾 在他们的国会大厦那 是很感动 他去国会大厦 那都过了两代人了 可能 然后去那 然后那的人觉得 这个建筑给了他们 带来了这种 哭了 就抱在一起哭了 我今天没看到 哪个业主出来 抱着我 不过我去哈尔滨大卷的时候 看剧的时候 有人出来 你是设计师 马延松 然后 有的人因为那建筑 喜欢上了戏剧 这是最感动的时候 对 这个最感动 这比什么奖励都强 我觉得这个 朴素又真实那种 温暖 有时候会怕跟日常生活脱节吗 什么跟日常生活脱节 可是你自己也有时候怕吗 旅行能见各种人 好多地方你一开始没什么兴趣 然后认识人了 立刻就好玩了 觉得这个有意思的城市 我觉得像北京 一直说保护风暴 一直说的就是风暴 不是说人 凋凉化动 然后建一堆假古董 前面就 我觉得就像一个中国的中国城 它没有真正的生活 现在保护的如果只是风暴 不是这些人的生活的话 一个场景 一个电影场景 一个主题公园 现在感觉人在消失 新的方式在消失 是数据 你说这种 数字革命 信息革命这个事情 对你的理念有直接的冲击吗 反而觉得 我反而觉得这是 其实给物理空间的一个机会 是吧 每个人 他有另一个空间 虚拟的那个空间 对 他更需要这种社区 和人跟人之间那种交流 那公共空间 我们建城市在干嘛 现在其实也有 就是商场 但是其实人跟人不交流 但是去那儿要逛一逛 也不停买东西 是吧 现在就特别 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 什么三里屯啊 这种你说去干嘛 就是反正就是 看人拽一圈 所以公共空间 可能是不是提出更多的要求 建筑师首先 他是一个行动派吧 他不能只说不练 但是城市和建筑 很多是在决策层面的时候 先考虑是这样是那样 是应该怎么样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参与 你需要讨论 建筑师就得把这个讨论 给调起来 好像现在 就像现在当天下的中国 愿意调起一种讨论的人很少 对 大家都愿意 怕成了靶子 对 都愿意一种假装的超染 害怕卷入到争议之中 中国建筑师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代表谁 他很困惑这件事 他有一半时间要面对甲方 然后还有一点时间是要面对大众 通过媒体 那大众是什么考虑 想考虑这个 然后还有业界 业界还分中国的和外国的 外国的评论家要干嘛 中国的这个学界在谈什么 就挺挺棒 挺分裂的 挺分裂的 这一大堆里边 自己是谁这个事 就很容易就没了 不想被争议 想成为一个标准的好学生 不敢以个人的观点 作为树立自己的 就是作为对他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你回来把这种理念 跟清华也好 建工也好 学生年轻人讲 他们能感觉到这些 能感觉到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种感觉很短暂 因为他没有任何忠意 可以依托周围 是吧 对 他的大环境不是这样的 你说的时候 他马上能理解 而且马上能反映 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 但是一学期以后 马上又回去了 课堂中那一小部分 很快就消散在社会里了 我真觉得 中国的年轻学生 其实挺有才华的 能力什么这些都 就是一个受外界的影响 他总是跟现实脱离不开 可能是不停地被驯化的 一个过程 是啊 你说你感觉好像被驯化 怎么就躲过去了 真的 我觉得你这部分保持得非常好 很难得的 嗯 你觉得民生这个事情对你的改变大吗 其实后来就是咱俩认识我那个 中标的中标以后 突然被受欢迎了 有人来找我做项目的时候 我稍微有点感觉被绑架了 被效忠绑架了 就觉得 哎你也挺好的啊 你能帮我们成功 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我很有用 我对别人 被需要 被需要了 我是不是应该不辜负他们 嗯 有一个短暂的两三年 我后来觉得那段时间的作品就很有问题 就更有服务意识 少了点对自己的那个挖掘吧 嗯 现在 现在感觉又 又自由一点了 嗯 像我们做很多项目 政府 开发上很多的钱 很整个 你都要有一种 超越所有这些问题的 嗯 谁要出来反对说 这个又贵了 那个又复杂了 那个是不是时间太花太多 你就 就你说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想想大的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耶鲁毕业的时候 我的那个系主人就说 你们今天从耶鲁毕业了 嗯 肯定都不会想去卑玉明事务所工作 意思就是说 当时有些事务所是比较商业的 就是得鼓励大家走自己的路 不要去别人那先挣钱去 嗯 当时我有些同学 因为上这个耶鲁贷的款啊 什么的 就想是不是去挣点钱 嗯 把钱先还了 然后然后以后再做自己的理想 但是这些后来都没有自己干 就就就 不归路就少了 就按那个路就走下去了 挺可惜的 我觉得 所以你像我们那个学校 一共没有几个学生 然后这么多人去干了那个 最后可能有些自己干的 还有转孩呢 嗯 自己干的也不一定能干出来 跟环境 比如说在美国留着 当时那10年经济都特别不好 年轻人都出不来 能能真正做自己的事人特别少 嗯 所以你有一个特别 意外的一个位置的 是很很独特的 你自己也很清楚这点吧 这个时间可能是 嗯 感的比较巧 嗯 但是我觉得 关键性的还是说 你得做好长期的 比较孤独的准备 嗯 可能你得比较享受 跟 跟世界 跟世界不是一回事 这种状态 嗯 那你就不焦虑 嗯 而且你可能能越来越变成 非常自我的人 这建筑厅 其实是一个挺 悲观的一个 嗯 嗯 当时有一个说法说 你要不然就是 嗯 生出来就很有钱 家里很有钱 要不然就是 你老婆很有钱 不然话 你不应该做建筑 因为你 嗯 会考虑你的生计 不能太任性吧 就是说 嗯 潜台词就是说 你只有任性 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 成功的建筑师 嗯 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文章 说建筑学 快失去它的价值了 因为它的技术 快被这个替代 那个替代 各个专业被 被划分的更零零碎 建筑师到底干什么的 嗯 这个其实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 就是它的 它是一个方向 它相信的未来是什么 嗯 然后 这就是它的价值 你现在这个阶段 最想表达的情感 是什么呢 在带在你的设计之中 我现在特别着迷 一个远古的未来感 一种未知的 抽象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不知道 这是从哪来的 好像又跟远古的 自然也好 低貌也好 或者某种文化 神秘的东西 有关系 这个东西 啪放在现实里 周边可以是现实 但是在你这个地方 是没有现实的 就是你熟悉的 这种 没有 我觉得这好像 好像在营造一个 黑洞的感觉 为什么这个东西 这么吸引你的 因为我觉得现实 太简单了 就是你看到现实 就知道这个建筑 和城市是在干嘛 嗯 就是你到任何这个城市 你都觉得这是一个 你很熟悉 这是中国 就是很多的这个 很多元素 让你感受到 这个中国的现实了 就太现实了 那人的生活 肯定不能这么直白吧 他肯定 我比如说去渠州 我们坐那个公园的时候 我这个去的一路上 就是路过了飞机场 火车站 公路 CBD 哪哪都一样的 就是一种中国的 整个的这个现实 然后每个人在那奔命啊 去那个火车站 先进一个小家道 然后人跟蚂蚁 就每个人都是这种状态 没人都在奔 我就想 如果大家来到这个公园 不但放松下来 然后呢 能看看 这绿色啊 自然 还能觉得 这个公园怎么 有点超现实啊 有点想象啊 就是想想这些东西 挺像 他们小时候在那个胡同 或者街上跑 突然发现一个防空洞 小孩就钻到防空洞 去玩 就是 你在那里边就 你想的那个状态都不一样 我就看 这么多在这奔命的人 我就是觉得太需要这种改变了 把现实全给抽空 反正在我能做的这个块 我就给抽空一下 那个城市 我又抽空一下 就当你跟你的同行 讨论这些情感的时候 大家是没什么 你觉得共鸣不强的是吗 共鸣不强 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一个说法说 你建筑师不会谈情感 你就不要做项目 即使这样 大家已经不会谈了 就是你给他这个自由啊 它变成一个口号 已经不习惯了 因为他建筑师已经长期的习惯于 在一个条件下工作 或者一个限制里边 就是你告诉我一个条件 你要什么 然后限制是什么 我给你解决方案 我什么都飘 什么都那种 好像有一种 那卖飘的 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 问过自己吗 我问过 我觉得好像是想解脱 我觉得现实可能你可以讨论很多具体的问题 好像哪个都可以说半天 最后觉得问题太多了 算了 算了 就是放弃这些具体的争执 我就觉得这空白就是一个机会 我就想给我这空白我怎么样 是最理想的 我就想漂浮 天空 边上是云 上面有公园有水 就是解脱 那你说 曾经在中国现在这么复杂的预境里面 飘起来 是不是变成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飘起来 我觉得要有一种童真吧 就是把事弄简单一点 所以有时候相信自己 你只要你自己是不是邪恶的 就相信自己就问题不大 人的那种情绪就会在这个城市里 有时候这城市太冰冷 就是因为太客观 很多人觉得考虑这个考虑那个 其实没什么人味 好久没机会翻窗户了 这太简单了 对啊 小朋友的厨房 很矮 卫生间 什么都小一个 好可爱啊 很萌啊 一点点都很小 对 这边是有一个剧场 小孩都可以坐这儿 有自然光挺酷的 对啊 这是一个书店 家长可以在这儿 记得为什么 想着跟我们那个邻居小孩 我觉得有火星来的 将来这个地面都都会铺成红色的 就是人走在这上面感觉不是北京 而想的像火星